好 歡迎收看今晚動漫無雙主持人 鏡花先生 贏者 我們終於要講這一套 今次齊人了 我們可以講多一點的動畫 總之不是這一套嗎 但我覺得應該要給樹齡去看這一套動畫 你要明白 作為 我不知道 有些人說我是這一個 叫做什麼 良心 這一個動漫無雙 良心 你還在 我不知道是不是 但我自從看完這一套動畫之後 我都如同這一個作品裡面的角色 都驗上了絕望 已經驗上了 我都沉默了下去了 你現在看什麼絕望先生 我看絕望先生可能也沒有這麼絕望 這一套是真絕望 真的相當絕望 質素上來說很絕望 這一套就是彈丸論破3 3這套動畫版分了未來篇和絕望篇 還有一集的希望篇 我記得你好像說過 在新版的人說 這個未來篇是沒那麼絕望的 因為絕望篇的絕望是一個前轉式的故事 所以其實他們已經知道一定會有悲劇的結局 那不是的 Face Zero很好看 那件事絕不絕望 是不代表故事很好看的 我的確看完這套就發覺 這個銀令他的故事 一定會向這個壞的方向進發的絕望篇 是好看很多的 未來篇簡直是 就真的沒空看了 那就是你fake我了 反而知道結局的那套才好看 我說故事內容絕望 不代表他不好看的 不是的 一開始你跟我說那套不好看的 你說我只看絕望篇就可以了 OK 那沒辦法了 原來絕望篇好看很多 新劇情那些不知所謂 我也覺得絕望篇好看很多 不過不要緊 這個之後再說 說絕望篇先吧 既然是這樣 相信故事的時間軸 那絕望篇其實就是 正如新回合時說到 基本上是二代遊戲裡面的前傳 有一堆二代前傳裡面的角色 就在他們還在這個校園裡面 世界上未發生這個最大最絕望事件 那時候 究竟有些什麼 即是其實在說 二代遊戲那個劇情之前 他失落了學校的記憶 他們成為了絕望的殘黨之前 究竟發生過什麼事情 這樣的故事 基本上這一套絕望篇 就完全是 基本上就是 補完遊戲裡面 缺失了的部分 對嗎 其實沒有提及 即是壞人是怎樣練成的 沒有程度上來說 可以 絕望是怎樣練成 始終因為 有這個二代遊戲的故事 本身是有一個規限在裡面 所以那個故事的發揮是相對穩定 即是那個套路 其實就是 你知道那個結果是怎樣 究竟是 中途是怎樣練成的時候 你就會反而有些心去追 想知道 絕望篇 顧名思義就是 這班原本是 這個校園裡面的希望的 希望的學生 會慢慢合作絕望 其實故事的意志是可以去到的 慢慢推進去看他們 其實你會想知道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件 會令到一班 原本充滿希望的年輕人 去變成絕望的殘蕩呢 原來一開始的源頭 當然我們知道 由一代已經開始知道 是盾止這個人 散播絕望 由頭到尾 這個故事也是因為他 為了他而轉 但原來就經過了 有一個未提過的角色 就是這個 愚首仔亮泰 這個超高階級的動畫師 就發明了一樣 叫做洗腦的技術 他不是洗腦的技術 其實他發明了技術 只是想做好一套動畫 應該是這樣說 他發現到原來 在動畫裡面 他加入了一些元素 其實他都沒有說清楚 是怎樣 就變成一個催眠的效果 他就覺得是導人向善的 不是應該說他想做一套動畫出來 被人看了之後 覺得 這些人會覺得 這個世界其實是充滿希望的 但這件事被盾止發現了之後 就將那件事變成了 即是簡單說 他因潛移物化 變成有效地發揮 即是本來他想 那件事是從正面的途徑去著手 但如果當那件事 只不過是工具來的 其實那件事 即是跟手槍一樣 手槍你怎樣用 是分開正義和邪惡的 你做動畫的本意 如果被壞人利用的時候 就會產生另一重的意義 即是把公其進理解成羅里空 應該是不同的 你把公其進的道理向善的東西 全部當成叫你做羅里空 那就是理解的意思 代有一個現在日本的動畫師 應該是寬哥 寬哥也很光明 寬哥很想教授給人看 就是動畫是有多美好 我這樣做動畫師是對的 他也是想做這件事 不過似乎在向你一個方向進發 不要緊 你可以看少女編 這就是另一件事 基本上就是 第一件事就是告訴你 遠奈 為何會令到一群人 是否轉眼 就是這個沒有出場過的角色 梁太 其實他有這個技術 被蠢子利用了 去洗腦 但是洗腦也不是一開始 就馬上洗掉這麼多角色的腦 就是有一個 同樣在二代沒有登場的角色 就是雪掩 這個其實就是 77期的班主任 原來是先靠這個方法去洗腦 我初初看絕望編的時候 我就發現 有加入這個角色 這個角色肯定是導致他們的學生 就是為了這個混亂 才導入這個絕望 誰知道完全不是這件事 最後那件事其實都很諷刺 正如在二期的遊戲版裏面說 就是七海這個人 是很努力 當然他一直的故事沒有表露 但其實他很努力 希望幫助這班同學 二代那時候 就是治療他們 二代那時候我覺得看不到 因為二代那個劇情 劇頭一點 就是七海的角色 其實未遇到雪掩老師之前 是比較自閉的 即是不太說話 二代遊戲反而是繼承了這種性格 未被雪掩開導的時候 絕望編那個那麼開朗的性格 沒有那個性格 反而在二代遊戲裏面 其實做了雪掩老師的角色 那個日向 是的 但我覺得結論是一樣 是因為 正如他特意是有重疊的 二代遊戲裏面 就是七海 他最後犧牲了自己 去拯救這班同學 其實動畫裏面 是將這個情節再重複一次 再重複一次 但那個情況又不同 即是第二代的情況 就是他其實是一個 已經不是作為人的存在 他犧牲了自己 來救回 令到那班同學醒覺 但三代你真的犧牲了自己 是物理長過犧牲自己 所以其實你看到那一集 動畫七海犧牲了自己的標題 故意跟遊戲裏面 第五章 黑海被犧牲的一幕 是標題對立 是嗎 特意對稱了 是的 不過正如你所說 就是剛剛兩個方向 遊戲裏面 其實是幫了一個出口 有一個希望出口 做出口 給這班同學 他就相反就是 把那些人推進絕望 雖然他不想 他不想 所以在這裏 你看到絕望片裏面 是有很圓滿地做了 他兩大需要做的工作 一 就是講一堆角色 如何陷入絕望 二 就是令到觀眾都陷入絕望 因為其實你作為觀眾 在玩個遊戲二代 就知道七海一定死的 其實是講了 已經死了 神肯定知道 在歷史之壁告訴你 他是死的 所以你一定會看到 將會有這個結局 但是欠在動畫的劇情處理 究竟是怎樣表現出來 然後動畫最後 就變成充滿惡意的方式 就是重演多一次 代表的時候 要用一堆陷阱去誘論七海 當然這句話是更加變態 這件事反而不是重點 重點是他那個過程 是被他的同學全部目睹 當然也被觀眾目睹 而且是你那班同學和觀眾 是沒有事情可以做到 那種絕望 就跟遊戲當時一樣 那些人都是 其實你看到七海 就算是拼命逃離 其實這樣是沒有辦法 不過這更加慘就是 有很多對白和反應 就是讓七海 他相信這個同學 他還想和他們戰勝這個絕望 但始終都是徒勞無功 約了動畫好像這一幕 好像有七分鐘左右 半集的時間都在約他 所以基本上就是 他很成績地 將這個遊戲裡 令人心痛的人氣角色 再約多一次 再約多一次 令觀眾在那一刻都深入了 深深的絕望裡面 在這方面他一定很成績 所以我覺得絕望編也是好看 絕望編就是 雖然我的故事很關鍵的劇情不多 前面都是反而嘻嘻哈哈 最前面都是讓你鋪回劇情 究竟是雪艷老師 怎樣和這班學生 可以打好關係 怎樣這些問題學生 和雪艷有什麼交流 還有其實令那班問題學生 立體一點 你見到原來他們沒有轉網之前 這班人 都是很普通的學生 那你感覺是 那個表現是和 很快進出殺人遊戲的 這班 七十出其身是很有不同 感覺是有點不同 就是一個很歡樂的校圓向故事 第二期的遊戲的角色 你覺得和三期的角色 有一點點分別 他的性格上是有一點點分別 你會留意出來 始終是沒有 有一個比較出來 有一個比較出來 所以其實基本上 正如我們之前說過 當然動畫也表明了 絕望編就是serve 玩過遊戲 你當成一個補完的計劃 你認識更加豐富 約多你一次 再加上這個 黃昏城客人生人事件 雖然他講得不多 我預期是多一點點 不過 阿妹妹也出場了 他講得不多 雖然不多劇情 我本來以為會再多一點點 不過這個就不要緊 這個如果你想知道 其實你應該去補回二期的遊戲 就應該會知道 所以我想作為一套 單純你Fansham的動畫 我覺得絕望編是成績的 就算老實說一句 如果你撇除說沒有玩開遊戲 或者你純粹接觸第一集 動畫的觀眾來講 我覺得絕望編都是比較完整 我想唯一的問題是 如果你本身沒有接觸過遊戲 但你就會覺得 頭幾集是不太知道 他在做什麼 重點在哪裡 因為他其實基本上 就是不停帶著一些角色 他們另一個樣子給你看 你如果沒有玩過遊戲 就會覺得這班人 嘻嘻嘻嘻做什麼 不立體 可能不特別 但如果你玩過遊戲 就反而有些 原來他們以前是這樣的 所以為何很多人 都看了頭幾集 都說你玩了遊戲 才再看動畫 當然是未來編 也一口次 將這個二期的結局 就在頭30秒已經說了給你聽 好啦 不得不說了 最後都要講一下未來編 這個客人 這個跟絕望編相反 就是遊戲二代的後續劇情 全新的劇情 全新的劇情 就算是遊戲也沒有 也正正接著這個故事的後面 就是當苗木 他們一班人 就是去丟了那些七七其身 進去這個系統的資料 給這個未來的 那些是戒毒所那些 美沙龍那些計劃所那些 等一班吸毒的去那裏 勞改更新自我 當然啦 這班勞改更新的 就被未來的機關覺得 你這班人在悶亂 急招進來 然後展開下一場 似乎是新的遊戲 因為他們始終跟希望那班高層 其實理念不同 苗木那班就是 他們本質不壞 他們看到他們本質不壞 最初都是普通的學生 他們想拯救他們 但希望那班就不是一刀切 就是說 既然帶了絕望給這個世界 那你已經是罪夫禍手 你怎樣改過都沒用 我一定要滅殺你們 其實這本來是 未來編想說的理念衝突 由中方對著苗木 其實它兩個字對絕望有不同的對待方式 中方經常都強調 苗木是很天真的 他們都是希望的代表 但互相的做法大家都不認同 中方是覺得 正正正正正如二人姐所說 他要剷除所有的絕望 這樣才可以令到世界有希望 苗木就是這個盜人向善派 他要接納絕望 將絕望遠變為希望 要將希望擴散開去 才可以令到世界大力有希望 本來劇情似乎是想營造 這個對立 去到後面當然 他們有對立過 一開始幾集 好笑 去到中期 有會獎 都死了 算不算 他們兩個在 我沒想過他真的會死 真的會死 這個真的 稍後再說 我們稍後再說 這個我認為完全沒有任何意義的死亡 我們可以慢慢從劇情方面 一步一步說 本來是一個殺人遊戲 第一 因為是一個 優惠遊戲 首先就是希望機構 被絕望入侵了 但不知是誰的兇手 絕望入侵了電腦 就無緣無故 大家昏迷了 醒了之後 發覺他們 困在一個密室裡 就好像發生了大屠殺的事情 其實每個人都有一個手環 手環裡面有一個他們禁止去做 禁止去做 禁止去做行動 做了就馬上死 也是每一段時間 隔了特定的時間之後 每個人都要昏迷 昏迷之後 就會被殺一個人 就會有一個襲擊者出現 這個遊戲的流程似乎就是這樣 有遊戲流程 有這個Killer Game 有這個理念的衝突 似乎是一個 新的遊戲編章 似乎是一個很期待的開頭 似乎是跟之前遊戲的 不再玩學級裁判 玩一些新的 似乎會不會帶了一些新的劇情 衝擊給觀眾 正如第三集中方說 現在不再學級裁判 我最初覺得他很相似 因為第一集 你要獵棋死 那又獵棋死 有一班人 又有些猜忌 我覺得最初很相似 但看看我覺得很奇怪 這個真是怪不堪 重點是 例如你獵棋死 你很難去找一些線索證明的兇手 是誰 因為那段時間 大家都在昏迷的時候 你可以有什麼線索去找出來 有我們超高級的名偵探 這人的動畫也很少做到 即使在武切的視覺去說 其實他也不是留意到很多事情 都是他要死之前 他就把這些都說出來 其實武切的所謂推理 其實大家從動畫是不同的 是不會見到他所見到的 你見不到他所想見到的證據 重點是 他一開始留意到 我們處於那個環境不同 一開始我們開會那個環境 究竟怎樣留意到 他說道門畫花了 大哥 你動畫有做過嗎 道門畫花了 我們以為是有一個出口 那你沒有其他 大哥 你基本上是他都說了 都不要緊 我們說了一樣 我覺得完全不明白 他首先未來編 為何要花了三兩三集劇情要做的事情 就是究竟那一對 劉劉哥 加壽六爺 加靜子 這對三角戀 奇怪的情侶 做了些甚麼 劇情 三角戀 我完全看完 整套未來編之後 我是理解不了 這班人有甚麼作用 因為他們很切割 那邊開條戰線 不是三角戀 你喜歡叫三角戀 三角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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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班 副會長又在下面 在發瘋 中方在斬人 斬人 斬人 突然有一集 有個小女孩說 是絕望殘蕩 我又不玩了 那集又不知道做甚麼 絕望殘蕩 那個小女孩 綠色頭 我記得是羅里 是盾子的崇拜者 後繼人 盾子離場後作為盾子的第二代角色登場 這兩段劇情我最不知做什麼 先說了劉柳哥和十六夜台靜止那段 這一套動畫在未來編裡面除了大部分的角色都是新角色 基本上除了苗木除了明日香 或者少少的上代的角色 除了一代的角色 《明目之日內》和《響子》之外 其實三個其他角色基本上都是新角色 還有一個被人委託了占卜 占卜那個不在遊戲裡面 這只是遊戲角色 沒什麼算不算 不知道算不算 正之那段十六夜是一個全新的角色 即是說他的故事要由頭講起 在這個劇情已經很不足的時間之下 突然要鋪一堆新角色的恩怨情獸出來 我已經覺得很難去消化了 這三個已經是說得多了 還有其他完全沒有說過 那三個問題是說得多但不好看 其實你們那些所謂的恩怨情獸 他不吃我點心覺得他不可以做朋友 他想朋友就是利用我 我很傷心 那十六夜就沒有反應了 即是很小學生也不知道做什麼 對啦 假如說就是一群幼稚鬼 那你想做什麼呢 重點是說你這麼幼稚的角色 你竟然是未來機關的高層 我對這個未來機關我也四心了 我真的對這些幼稚鬼的恩怨情獸是沒有任何興趣的 即是你 我知道 一直在這套作品裏面 塑造超高效率的角色 不停嘗試一件事就是突出他 或者誇張他一個性格 一個技能 就去形成了角色全部的 那你這裡做到的事情就是 對啦 真的很誇張 兩個人好了 他是藥劑就不停吃藥 不停吃藥 對啦 劉劉哥就是懂得吃點心 不知有什麼作用 不知有什麼作用 不知怎樣帶來未來機關 完全不明白 以前的確那個角色是突出到之餘 你是有故事 在遊戲裏面有一張左右的劇情 至少遊戲裏面的一張 在一段時間裏面 這樣的篇幅會慢慢飄寫這一堆角色 那時候才會覺得這個角色會吸引你 你現在只有一兩集 你走去覺得要講三個角色 不知三個角色 其實三四個角色的九個 大佬 你是很難做到同一樣的吸引力的 那我就不明白 因為他偏偏要偏向苦山行浪費他自己 不是很多的雜數 就是要講這些東西 那那一幕是想飛的 現在真的會 還有我有一件事就不明白 你那些禁止事項 其實很多人都沒有什麼用過 我告訴你是完全沒有用過 還有那些禁止事項 你去到看完整套動畫 你會發覺是後加下去的 你要明白其實那些禁止事項 我唯一覺得是用得好是中方的一幕 你一開始不敢破門 你會留意到 中方的一幕唯一是唯一叫做好 因為真的有利用到他的禁止事項 去營造一個環境出來 去推進到這個故事 其他全部都是臨死前蘇 其他那些根本臨死前蘇 叫做好聽點說 聽點說就是 編劇想不到情節如何推進 就是堅塞禁止事項讓他弄死他 就是這樣簡單的意思而已 你很明顯看到禁止事項沒有用的就是武次那個 武次那個就是最火滾 他無緣無故要發辯當 就是為什麼他要發辯當 只要 苗木不死 第四輪 第四輪不死 他就要死 大哥你次辯當也不要這樣啊 你現在真的屈過機 重點是你這個手環是你一開始這個遊戲開始的時候 你已經安排了下去了 你會不會告訴別人第四輪是什麼意思 我也未理解第四輪是什麼意思 而且你又知道你除非你的劇情是依照你的安排去進行 如果不是你又知道有第四輪 會不會一開始中方已經發狂 斬死了所有人 接著就結束了 差點發生這個事情啦 接著就結束了 那你那個禁止事項其實是沒用的 那就不用死了 那你這樣設定的時候 我不是只有一個結論就是說 你是要他死 所以才寫個禁止事項 簡單來說是編劇要你死 你不得不死 你不死 你的手環 比喻就給你聽 你從那個故事開始 你黑了你的命運 就要那一刻你要死 這樣 武次是最過份的一個 王英那個也是很過份的 攤開手就要死 為了就是什麼 回收復筆去救武次 就要弄死他 所以我之後看了武次那一段 我發現這個已經算合理一點 那段好看的算是 人物關係用到 因為你只需要用到復筆 雖然我覺得是有些 硬來 比較與刀合 但當他那一句 見到武次那一句 你有一種寫命的感覺 他真的不救他 救他就真的會死 但武次那一句話 你覺得這個不是女主角 為何他無緣無故死了 我明白小高和剛 不停有一個很想 弄鼓玩第一代遊戲的人 即是諾米燦 你假裝死的 不是假裝死 就是被人以為他死了 他也是想玩東西 我知道你是玩東西 但你不要這樣 為了玩東西 為了玩東西而弄死角色 我一推進劇情 尤其另一個深刻就是 做到御守洗涼泰 最後 他在說是 他那個禁失事可什麼 不可以用財能 他為了這個 他為何要有這個限制 就是讓御守洗涼泰 要去到最後最後 才可以出一個洗腦動畫 將他進來做結局 因為如果不是 你就要問那個問題 為什麼御守洗涼泰 一開始就用洗腦動畫 重點是 你財能的定義是什麼 洗腦動畫是不是一個 那個才能我不覺得是 那個只是製品 我理解就是 你的動畫能夠洗腦 這是一個效果 不是你的才能 你的才能是畫動畫 所以他本身是沒有畫過動畫 他拿出來的動畫出來播給別人看 他不可以用的才能 是否在這段時間不可以做動畫 很簡單 就是那位會黑畫面 真的畫這套動畫的人都心想 我都很想這個技能 重點是 例如說你這個手掩 一個不幸運 帶了這個描冬 這個超高效級的幸運 我怎樣制止我自己的幸運 我制止不了 所以沒有的 他的手環的設定就是 KINCAD覺得 我發現劇本有些筆說不通 不要緊啦 有個手環嘛 硬硬塞進去就補了個洞 沒所謂的 如果不是你真的解釋不通 那些感濟事項 對遊戲那個或者劇情那個進行有什麼幫助 還有去到後面 有些人不好看 你看個OP 你看到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死法 雖然有些人重複了 然後你看到 前面都有人獵棋死的 去到後面 開始講講什麼回顧呀 三角關係呀 絕望小火子呀 然後去到後面那些人呢 就全部都沒有人獵棋死的 但是全部都是中毒死的 就是中那些編劇要你死的 變了紫色就死了 半邊身紫色 我怎樣都要講一講就是 冒切的死法呢 本身已經很愚蠢 但是當你明白到其實那個 叫做什麼 襲擊者 是怎樣令到那些人死的 那個想法呢 就發覺冒切的死法 是愚蠢在家 有講過怎樣令他死的嗎 有 他有解謎解過 苗木終於在冒切死了之後 理解到究竟那些人 究竟在哪個時候 在苗木 發覺冒切死了之後 撿到劇本 啊啊啊啊 你說對著那個屏幕那段 是啦 死人對著那個屏幕那段 然後發覺每次死人 那個死人一定是最接近的螢幕 這個竟然是一個線索 但他在房間裡變的 我就不明白 他呢 是 他遍佈著每一個地方都是 但冒切那裡是一間 那一間房間的病 有一堆人的嘛 有一堆人都會有一個 是比較近的螢幕 但你這樣很bullshit的嘛 不要緊啦 你覺得 他根本都是bullshit 洗腦自殺的事已經bullshit了 我那一刻又寫了一個問題 當年雪鹽一開始看那套畫面的時候 至少有人哭著眼睛一定要他看 一定要他看 而且那個幕其實已經重複了很多次了 就是看那個畫面其實已經重複了很多次了 這個是超高客規的金融卡 不是啊 我的意思是 洗腦的過程不是職效性 都要一段時間 真的讓你看到絕望 我覺得絕望編的所謂的洗腦 跟這裡的洗腦是不一樣的 差很遠的 絕望編的洗腦是真的讓他們看到一個絕望的畫面 令到他們覺得這個世界很灰暗 從而被洗腦 現在你那個洗腦是放著一些迷幻的畫面 你是不是很絕望 有些花的感覺 不用說了 有些花的感覺 你真的要聽我的話了 你是不是很絕望 你是不是想自隊 其實那些不是洗腦的 那些只是催眠術 催眠術可以看《勁女》第四集 那些用乳頭催眠的那些又是另一件事 重點是 當你明白到其實所謂的Killer Game 只不過是一個字統的遊戲的時候 你想一想 原來無切的所謂將它全部到第四回的那件事 是沒有任何意義的 沒有意義的 因為你不是要保護著苗木 他不讓襲擊者去殺到 然後是讓他全部到第四回的 都沒有這件事 沒有襲擊者 全部都是用洗腦去自殺的 那有什麼所謂 所以這個本身已經是bullshit的設定 要再塞層屎下去 重點是他不用搞那麼多大龍鳳 動畫就講到明 我其實殺你很簡單 其實去到未來篇 講到洗腦這麼容易 其實你有沒有發覺一個問題就是 第一集和第二集的遊戲要搞那麼多東西 所以第一集第二集就覺得沒什麼問題 越看越覺得不知道做什麼 我很有個想法就是 你那個洗腦動畫這麼厲害 其實一開始就不用第一 就是遊戲第一作 他講的就是你要玩一個 一起自傷殘殺的遊戲 你那個世界充滿絕望的嘛 其實不用啦 你不是播了洗腦動畫嗎 不是啊 他一開始你已經 hack了入希望機關裡面的大畫面了嘛 然後播黑白蒙 說一些很無謂的東西嘛 其實你只要在那個畫面 立刻播那個洗腦動畫 你從一開始就播了洗腦動畫就行了啦 你這個遊戲由一開始有故事就不成立了 我有解解 他Boo Sheet的東西就是在最近距離那個嘛 那他那間是一個十二人的人坐一張牆桌 那只會最前那一個死 那後面那十一個就會知道 那就死不了了 我覺得重點是如果是他用全世界廣播那個 每次一起自隊的洗腦動畫 對啦 那個就有趣啦 為什麼全世界播就會有效 一堆人的話 只會在香港最近的那個有效 我也是不明白的 因為現在這個世界 每人都有這個手機在手 所以看這個動畫播放 他們沒有那個自能眼鏡 看不到那個動畫 不知道做什麼 其實一開始那個 一期裏面說那個遊戲的事情是想說當你見到一群希望的人自身殘殺就全世界都絕望 就不是洗腦的 這個其實是 本來那個事情是很合理的 這個其實是絕望的手法來的 不是 感覺上是說 譬如說第三集我重新我自己寫過了 我將一群一個未來機構 全世界的希望集中了的人 都混在一個密室裡面 等他們自相殘殺的時候 我同時將這個畫面直播給全世界 全世界都不知道這群領導的希望機關 全世界的希望都自己在自身殘殺的時候 這個世界就很絕望 我想打斷你 你有沒有看過一套幽默搞笑紳士片叫Kingsman 沒有看過 Kingsman有一幕就是世界各地的領袖 頭全部都爆炸爆了一個煙花出來 播出一些很典型的classical音樂 那個是非常好笑的 所以一群人世界上最有領導地位 很有希望的人死 其實是一個笑位 正如這套的傳掌也是一個笑位 我想說的重點可以補充什麼呢 其實夜行者 這套動畫第一集說的設定是你的設定 其實是說這群人又再次事相殘殺的希望機關 再給全世界的人看 令到他們絕望 原本是說這個設定 然後他說其實是沒有轉播過的 是沒有轉播過的 因為其實最後告訴你 就是和夫會長在搞大龍鳳 我就要逼御守勢用他的洗腦動畫 這樣就全世界希望搞一場大龍鳳出來 我這樣就不明白了 他一開始就好像說到那個小妹搞出來 然後後來我告訴你其實是會長逼他用 會長你逼死那麼多人來 他逼他用一招大招 這招大招真的很厲害 很大效 我不明白 其實我不明白邏輯在哪裡 會長已經絕望了 為什麼他會覺得 所以一些人死了就代表羽守勢 那一刻就要用那個大招呢 中間的關連性在哪裡呢 這個是藍絲世界來的 用自己的能力和人類地球的人數 成反比 當死靜勇者就可以超面任何東西了 同一個理由來的 我也不知道做什麼 還有相比之後我也想說回一樣 我也要回答一個小肚租 最終那個年輕妹 平野靈佩那個年輕妹 平野靈佩 為什麼要那個角色出來 其實都是服務這個玩過外傳的觀眾 大家也知道是想看苗妹妹 因為其實大家都是 就這麼簡單 所以那個角色是不重要的 對劇情沒有任何影響 我以為看滅族者場或者扶著 其實只是想讓苗妹妹出場買一買紋 那就搞定了 其實那條線進來其實很薄弱的 不知道做什麼的 不是薄弱的 是沒有任何 是不可以用薄弱的形容 是沒有任何重點是零 OK 是零音都沒有 叫一下那些什麼 Onijan那些 就是想讓苗妹妹買紋 真的有什麼作用 純粹給遊戲的角色登場 沒有 給遊戲的角色登場 就滿足一些粉絲 對啦 然後看到 去到本來也想說那個所謂理念衝突也算了 有理念衝突 有理念衝突 本來說過所謂的 一個怎樣對待絕望這件事情 應該是滅木和中方的理念衝突 我朋友了後來 無緣無故的朋友了 其實主要是鳳聰發覺 原來我真的是一個傻子 我最信任的那個Bosser 他被你堆壞了 對啦 我堆壞了他 原來怎知道 其實他是在對我中心緊緊 雖然他騙了我 最好笑的是 他堆壞他的原因是什麼 沒聽完他改了就堆壞了 對啦 重點是一件事 他可以開門的 大佬 對啦 他可以開門了 明明 他可以開門了 苗妹妹是不需要存在的 明明 他最喜歡那個雪艷 原來一開始就已經是玩鬼去的 中方那一刻 他不得不定定低位 他發覺 頂不了 我每一個位都是愚蠢了 那我怎麼都聽了目說話 他腦頂的會長又是玩具 他女兒又是玩具 唯一一個不玩 他被他堆壞了 他說已經霸氣盡失了 不是呀 你想想一下他的視線 雪艷 他女兒背叛了 投奔了絕望的陣營 他的好機友 他也是投奔了絕望的陣營 你想想兩個投奔絕望的陣營 會做甚麼 重點是 為甚麼留下了他 他以為好機友投奔了絕望陣營 怎知道原來沒有投奔了 但他又自插了他 他都當他投奔了 他報告的時候 跟雪艷那個判斥一樣 華盾只是沒有關係 還不是背負 所以中方已經是out of the equation 在遊戲裡面 他已經腦子處理不能 連我最親近的人 全部都是絕望陣營 為甚麼還要留在希望裡面 所以我對中方的印象就是 這一套他一開始說得很威風 然後亂斬人 其實他暴走狂 他純粹我覺得 動畫想做的劇情是甚麼呢 他是希望的代表 但他身邊的人 因為某些事情而背叛了他 但他又不知道 那種絕望感 當他回身一看 希望陣營只有他一個 當中方看著他面前的描幕 他發覺甚麼才能都是假的 超高級的幸運才是最棒的 我們先說真愛 我現在搞了那麼多事 發覺自己是個傻子 這傢伙明明是個傻子 反而現在沒事 那他也沒辦法 唯有聽描幕說話 那一刻已經 沒有人開門給他了 是呀 描幕正如描幕 自己所說 驅逐動畫裡面做了甚麼 鑰匙 也是 知不知道鑰匙做甚麼 用來插入而已 原來是這樣 工具人 有嗎不是 工具人 因為你 完了一套余鬧劇般的未來編 終於終於去到希望編 你就發覺其實描幕真是沒有重要 其實描幕的氣氛在遊戲的二代裡面 救了七七七期之後 已經不需要了 不是呀 其實他都可以說得很白 他在希望編 他說了一句我很深刻印象的對白 我甚麼都沒做過 他也很誠實 實際上我覺得真的 他真的甚麼都沒做過 他最後說都是七七七 但問題是他真的甚麼都沒做過的時候 就做了這個世界的救世主 現在做甚麼 你要明白是比較慘的 那些七七七期為了贖罪 要認自己是壞人 重點是 我看希望編有一個很生氣的地方 就是 你七七七期搞這麼多絕望的東西出來 你一群嘻嘻哈還在 除了七七海之外 你全群都還在 我七八期死也死 差點連沒錢也死了 我不是不灰嗎 如果沒錢就一分鐘吐便當 我是喬木森想 你這群人在喬木森 不是呀 這樣做我覺得反而更好 這樣你還可以將遊戲進程推展到第四代 還有至少讓苗木覺得是比較作力 推展到第四代是甚麼呢 我希望來做甚麼呢 你看看 你絕望的那些 我希望的那些人就死了 現在我對這個世界沒有意義 我來做絕望 這應該是第四代劇情來的 作為一個沒看過希望編 我想問一下 毛泉是怎樣吐便當的呢 毛泉是怎樣吐便當的呢 我本來是想不想說的 其實毛泉是怎樣吐便當的 簡單來說就是 原來有一支藥水是研發了出來的 是可以假死的 是可以假死的 是 就是他就算吃了毒也好 都可以令他自己入入假死狀態 但是他自殺呀 他不是自殺 他是違反了禁則事項被毒殺的 是他被動地違反了禁則事項 但是那個 蛤 他不是自殺 不是他不是智統那個來的 他不是智統那個來的 智統那個沒有母切粉的 智統是苗木 差點智統死了 但是苗木之前全部的犧牲者全部都是智統 很多人都死了 因為他可以吐便當所以他的死法不同 我不知道 因為他不敢死 他不敢死就吐不了便當 反正那個手環一開始都是為了 弄死他而存在 用那個手環的規則令他不死 都是編劇的說了 其實那一幕都是 都不生在 隨便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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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到這個母切 其實是天使不會死也OK 沒問題 他是AI也好 隨便啦 你喜歡 你喜歡這樣原套作品 反正希望編告訴你就是 其實你搞那麼多殺人遊戲是沒用的 其實只要 那些壞人依然存在 那些英雄就死得七七八八了 但有幾個永遠都不會死的 不就是77期那些全部沒有死的 還有其實日向最厲害的技能是什麼 精神喊話 錯害死自己人 我知道 其實是一群馬而已 禦手勢 你今天不聽檔 我們一群濕濕濕的幫你尋仇 你這傢伙當年害得我們慘了 你現在還想多害一些人 你是不是這樣夠僵 他就帶走了禦手勢 其實真正的對白是這樣的 雖然他有一堆正面的鼓勵 好像很正面的精神喊壞 但我覺得這個劇情真的很嚇壞 我給我的感覺是一群壞人在搞壞了世界之後 還在那裡嘻嘻 很開心 我怎麼看那一幕 日向也是在搬馬去尋仇 當年就是因為搞壞動畫都弄死了我們 你還好意思呢 表面上說不怪 但實際上你什麼事 你是不是不過來啊 就是因為你的學生會被自傷殘殺了 希望機關的高層也被自傷殘殺了 連我七十八期的同學都死了七十八 一切都是你的錯 你這樣對我 你也是來贖罪啦 你不要說那麼多事啦 你還要我原諒你作為一個希望 你給我這麼大頂高帽 超高中級的希望 我沒得殺你 要不然我就變絕望 總之希望篇告訴你其實前十三集的未來篇是不重要的 希望篇告訴你好人是沒有好報的 原來也可以的 這方面都真的很絕望 這不是社會的真理嗎 你看看殺人防火這麼腰帶 所以其實這個動畫只需要看十二集的絕望篇 一集的希望篇是夠的 因為未來篇就是回了大龍鳳 導致希望篇的劇情 前面那些東西是不重要的 那些死的都是全都是新角色 你沒有影響的 是不是 有些甚至死了你都不記得他叫什麼名字 不是啦 那些新角色 你對他又沒有感情 他又死鬼了 那你不看也沒所謂啦 其實 是不是 不要說人次有多奇特啦 牛頭馬面 丁東沛那隻 或者是爆炸頭大女聲 究竟做什麼 你都不記得他名字 唉 未來篇是比較失望的 所以如果你問我作為後轉的話 這個完結篇四個字可以說完而已 就是說寫添足 不是他寫得太大 不知道怎樣 其實真的不需要搞那麼多東西 我覺得 其實二這樣完結了 我覺得對我作為玩的遊戲來說 我覺得很好 不是這樣就不行的 我覺得二始終他的故事的完整性 又不夠完整 最少他導致這件事件 世界上最大絕網的事件 又沒有說出來 這個絕網篇是有補完的 但我老實地覺得 其實沒有人不關心絕網事件 怎樣搞出來的 都不是的 我也很關心 你關心嗎 我覺得其實關心的就是 那些角色在玩自聲殘沙 哎呀那個死我好心痛 最少我會期待 就是他們怎樣由一班 擁有希望的學生變為 完全是另一面的絕網殘袋 所以我真的覺得看絕網的片是夠的 未來的片 勉強他就幫這個故事有一個收尾 因為遊戲的第三代 就是不是這條時間線的 而且這個不是這個故事的 是全新故事 全新故事 就不是希望風學院的 但就好像留回黑白熊的角色 我記得是 黑白熊的角色 即是不是那個配音拜拜了 那個配音不是拜拜了 配音是不可以做 因為他有腦退化 所以就不可以做配音工作 就找了另一個人配 不過動畫都配得不錯 其實沒什麼慰和感 但他推出的其實不是很多 那是 我其實看完這套動畫的結論就是 不如大家玩回遊戲2吧 不如大家都絕網而已 其實不用看這套動畫 玩遊戲2 玩遊戲2 看絕網片 夠了 夠了 停了 不要再下去 再下去你越看越絕網 那些不是希望 是假的 假的 所以大家回頭試案 就是這麼多了 今天節目到這裡 拜拜 拜拜 拜拜